尝到了面包福袋的甜头 我一直都觉得他们很诡异 那脸上面包试吃 40块钱 赵老仙 他家这福袋是真敢放呀 两个煎水煎 煎水 烤肠面包 这个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感觉是有点奶酥馅的这种 两个蛋挞 就有一种老板不在随便卖的感觉 这个好像是欧式面包 这么长 跟我哥宝差不多一样长 不是很沉 但感觉就像个法棍 能看到黑豆什么的 哇哦 哇哦 哇 很香哎 很多坚果碎什么的 而且要烤核桃的味道 那里边的气孔还不错 就灰潭力也不错 就是 外干 里面很湿的那种 很有嚼劲很有热情的 面包 应该是没有另外添加糖和油的 巧克力爆浆可送 掰完这一个不及嘴的洗手去了 呃 它也就算个夹心吧 外边有点那种 熬里熬碎 掉渣渣的那种掉了一地 嗯 嗯 撒了一些糖粉 表面是边辫子边上的吗 今天能看到是一层一层的 就是一层巴巴的巧克力酱 还有就是巧克力的铺子 转在一起的 贪多啦 低糖无油的 这个看起来也是一个很健康的面包呢 黑夜树 不能复着掰开 牛花果和葡萄干 会烧便宜一些 因为这种果干的话 嗯 就是会比那些坚果糖分高 说个题的话 给你们看看我们家帽子干 不知道为啥 其他几个面包测评搞丢了 那一层巴巴的 那一层巴巴的